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五行通路养生功里面的动作 五行通路养生功是根据每一个动作的提示 去拉伸刺激人体的经络和鞋位 从而达到健康的目的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意气力结合在一起练习 要把意识集中在练功的状态里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把前面的一些动作把它连接在一起练习 上一个动作是躺在垫子上把人折叠过来 然后两只脚向后拉 然后要把洗衣关节放在垫子上 这个动作的难度比较高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每天去练习 上一个视频是两脚起来向后折叠 然后拉过去 这是上一个动作 这是上一个动作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动作是 这只脚趋回来 这只脚从下面穿过来 然后用这只手把脚背抓住 抓住 向里面拉 把这个脚后跟这样拉过来 现在要靠近臀部 要靠近臀部 然后这只脚提起来 然后这样倒过来 这只手抓住 这只手抓住 脚后跟 抓住踝关节 然后 向上拉 然后拿着柜子 头 转过来 好 头要转到那边去 这个动作 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用手 去抓自己的 脚的大字母就可以了 这样抓住就可以了 然后 把头扭到身边去 练习一段时间过后 再把手 抓到 踝关节 然后 往上拉一点 这样去拉 这一条的 膀胱筋 在这里停留两个呼吸 然后撞回来 换另外一只脚 这只脚起来 然后 往那边倒下来 这只手 这只手 就抓那个 大字头 就抓大字头 然后 头扭过来 看那边 这里停留两个呼吸 三个呼吸都可以 停留两个呼吸过后 然后 把脚 提起来 放下去 动作要慢一点 要均匀的呼吸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一直要放在 每一个 动作上面 像刚才这个动作 啊 刚才这个动作 脚放下来 然后用手去抓大字头 这个时候呢 感觉到 这一条 啊 拉的比较紧 感觉到 有点疼痛 因为 手指 手抓住脚 然后呢 我们要向 上 提一点 感觉这里 拉的比较紧 我们的意思 就要放在这一条 意思就要放在这一条 这一只手抓住脚的脚背 要 用力向上拉 尽量 把这个 呃 脚后跟 要挨着臀部 那个地方 啊 脚后跟要挨着屁股 那个地方 停留 两个呼吸到三个呼吸 回来 啊 这样回来 慢慢的把脚放下去 今天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如果 喜欢这个视频的 每天 我们 一起练习 谢谢大家